以色列所控制的这个戈兰高地 遭到了火箭的这个攻击 12人死亡 那死亡的几乎都是儿童跟青少年 所以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那当然以以色列的风格来讲 就是百倍奉还 千倍奉还 这个呛响的内容 大家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它叫做全面战争将来临 那当然美国马上要选举了 那欧洲呢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很紧张 那当天夜里以色列立刻动手 就攻击了这个黎巴嫩的南部 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那以方认为 这就是这个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当然真主党是否认 那据说真主党也已经撤离 现在各国包括法国 我们看到黎巴嫩过去是个法国殖民地 法国也很紧张 马克宏还跟这个纳坦雅胡通了电话 所以真的会吗 打加萨不够 全面战争会爆发吗 现在大部分的力量都是要hold住 就是说不要全面开打 今天我看到一个标很有趣 就大家都拉住以色列说不要啊 对对对对 可是以色列内阁已经通过 要做反制攻击的决议了 已经通过了 那现在只是要打哪里 那黎巴嫩的预期是说 如果是小打 就是攻几个军事据点 或者就专打某一些军事领袖的位置 可是现在我觉得美国的政治会有一点 跟这个问题会缠在一起 因为你去想一想嘛 就是那个拜登 拜登现在好像是一个看守政府的状态 那比如说民主党如果想要赢这个选举 那这个就有人会想说 因为它如果在卷入这个巴勒斯坦的战争 对民主党是很不利的 那个民主党因为那个 它的选民会分裂嘛 那阿拉伯裔会反弹嘛 那比如说米西根 米西根阿拉伯裔的人口占1.5% 那这个是关键州啊 上次拜登在米西根只赢2% 所以万一这些人不投票你怎么办呢 所以民主党会不会起了杀心啊 把黎巴勒真主党当作是伊朗的外围啊 那把这个战争转成对伊朗的攻击 那这个整个逻辑就变了 整个逻辑就变了 因为如果是针对伊朗的攻击 那美国很有共识 那就不会有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跟以色列的纠葛啊 那这样加沙相对就可以做一个 比较折中性的处理 那以这个打黎巴勒真主党跟伊朗为主 变成一个新的议题这样 可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议题烧开了 因为目前我觉得贺锦丽也还没有到 选举完全不可战胜那个位置了 所以她还努力的想要用别的议题 比如说她对纳坦雅胡就说 我希望中东能够迅速和平 对不对 这个立场已经跟拜登不太一样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纳坦雅 那个贺锦丽能够提出什么做法 因为现在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 拜登的国安团队跟贺锦丽没有整合 比如说布林肯那些人 舒立文那些人 坦白说他们是看不起贺锦丽的 讲白了是这样 那问题是你的拜登已经看守状态了 贺锦丽民调不差挺好的 对 就是因为不差 才不会有这种尾巴咬狗的 搞一些选举的怪招出来 这个就是你要逆转胜的怪招 就是说万一川普看起来要赢 那我如何把我本来不利的东西 把他扭转 那通常这种招数都是用 美国的军事手段在处理 这个美国二战之后 有好几次这样的case 就是到了选举后期 我就做个军事动作 那要引起一定程度的震撼 那扭转国内的焦点 这一招很多人都用过了 那如果是拜登跟川普选 那拜登用的几率就蛮高的 他就去打伊朗 那如果是真的这样 那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绝对不可收拾 就是不可收拾 可是所有的焦点就会转到这边 你可以想像最后那一个月 当然这个他的风险也极高 万一你打不赢怎么办 对不对 万一你打不赢怎么办 打不赢你就完蛋了 或者是像卡特这样 有好多人质被抓 那也是灾难 所以我说你要玩这种招 就是要设定某些特殊的目标 然后直接打下去 然后造成伊朗也被卷进来 这样 那可是还没有成真 还没有成真 这个也不是我想到的 是那个英明的唐湘龙想到的 唐湘龙就说民主党如何逆转胜 他想了半天只有这一招 不然你怎么转移中东这个大泥道呢 因为八月下旬大学又开学了 这个主意以色列会喜欢吗 不喜欢 因为以色列希望川普当选 没有错 可是如果拜登真的要派他的三角洲部队 制造一点事端 以色列也挡不住了 那这个 这个坦白讲就是在一个处于危机 认为自己不太会当选的政府 才会这样干 那民主党目前真的就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泥道出不来 然后他始终没有办法脱离 就说这个战后的政府重组 不能够让哈马斯参加 以色列这样坚持嘛 那美国没有办法反对 可是问题是你不让哈马斯参加 是不合理的 而且也不可行 所以中国大陆那个做法才是 才是根本性的解决 那当然如何牵制哈马斯 另外再说 可是你一定要让巴勒斯坦整个整合起来嘛 那未来你要建国啊 两国方案啊才有路可走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那个 北京宣言是正确的做法啦 可是以色列强烈反对 那美国现在也不愿意跟进 所以怎么办呢 可是问题是你执政啊 那接下来还有很久的时间耶 五个月 那如果这个人家大陆已经 中国大陆已经做了这个动作了 然后你那个加沙的战后政府始终搭不起来 这我觉得拜登政府难以交代啦 所以怎么办呢 难以交代那只好另搞事端 另开战场 不然怎么办呢 本来以为这个已经够可怕 没想到亮哥提供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剧本 没有最可怕 永远只有更可怕 你就知道政治人物多可怕 对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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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